這個組合的人往往在45歲以後 容易會有糖尿病的狀況 傳統中醫的觀點 我們會覺得說 你牽身知道說你有這樣的體質 然後呢 我們就應該要提早來去小心 跟來去做防範 透過我們脹斧的按摩 甚至可以改善我們外在的問題 所以很多糖尿病的人 他太胖了 他常常在覺得肩膀痠痛全身緊繃 不是肌肉緊繃 是脹斧整個被撐住僵化掉 造成外在的肌肉肌膜也被僵化掉 很多疾病 他內部耕耘一改善之後 外面的一些狀況可以消除 好 大家好 我們在教學上面 要疾餓工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最難跟最複雜的一個工位 然後判斷的東西很多 但是呢 我們希望有一些更簡單的方法 讓你也許不用抓到盤 就會知道說 哇 這個人哪一年出車 或斷左手 像這種就是我們上課要考的 一般人可能不需要知道這個 可是一般人可以透過命盤了解一下 自己天生的體質狀況 那我天生哪邊比較弱一點 那我就需要來注意來保健 這一次我們講到的是這個 巨門跟天際對攻 一樣的 當命攻在這邊 牽液攻在這邊 或者是 父母攻在這邊 接攻在這邊 或者是顛倒 或者是天際跟巨門顛倒過來 反正只要這個組合的 通常他的腎會稍微弱一點 通常容易在睡眠 甚至他也是 那個脊椎也會出問題 再加上如果他是命攻 做巨門的話 那他的極餓攻必然為止瘋跟破均 所以這個組合的人 往往在45歲以後 或是50歲以後 容易會有糖尿病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現在這邊在講糖尿病 實際上在中醫裡面 他是沒有糖尿病這三個字的 一般現在會叫做消殼症 也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你自己的心神代謝 會出一些問題 那現在出問題之後呢 你可能容易平尿 容易嘴巴乾 然後容易試糖 等等等等這樣的狀況 而且每一個人的狀況還不太相通 所以對中醫來講 他是把每個狀況拆開來 但是主軸都是因為在於你自己的 這種循環這種代謝狀況變差了 每一個狀況都會有一個對應的醫療方法 那比較不像西醫 他單純的就是降你的血糖而已 所以這組的人通常在45歲50歲之後 會有這樣的情況會出現 因為他的脾胃 因為他的腎 以及因為他的肝 因為巨門屬水 為腎 天積屬木為肝 那如果這邊 剛好這邊是命工的話 這邊一定是子貨 那子威是皮土 也是屬腸胃 所以這一組的人呢 因為通常也都好吃 巨門做命工 天積星一定在子女工 通常都好吃 而且吃的東西又會追求比較好一點 當然年紀大之後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會出現 是不是有這一組 其實貪生天積在這邊也會 也會這樣 那也是愛吃甜食 然後愛吃東西 愛享受的 然後又不喜歡運動 都容易會有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是這一組的 而且你可能也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就需要多去做檢查 那實際上呢 現代的醫學是比較進步的觀念 即便是西醫 他會告訴你說 糖尿病其實可膩 也就是說 你如果不是那種非常非常的高 你大概還在6點多 這個數字的時候 其實你是有機會透過減肥 透過飲食的控制 透過運動 透過生活習慣的調整 把它降回來到5以下 那如果降到5以下的時候 你的事情通常就會變得比較好 你就不用擔心 可是如果說這個數字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你可能就很難回來 傳統中藝的觀點 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應該不是等到 你的那個數字已經爆表了 然後不需要去吃藥了 而是應該 你天生知道說你有這樣的體質 然後呢 我們就應該要提早來去小心跟 來去做防範 我們該要來做什麼樣子的運動 或是用什麼樣子的養生功的方法 來調理自己的身體 今天老師還會介紹 你可以按哪些穴位 那我們今天來歡迎厲害的泰拳老師 李章志老師 在中國古代並沒有糖尿病這個名詞 我們稱作硝渴 因爲什麼它的症狀呢 因爲它就是很容易吃東西消化很快 然後又很容易口渴 叫硝渴散肌 這個問題呢 我們一般稱作跟我們臟腹有關係 就很容易口渴是跟我們肺有關係啦 那有時候容易變瘦呢 又跟腎有關係 就腎水不足身體會燥熱 然後容易吃的很多呢 我們會跟這個我們腸胃有關 所以一般中藝就認為跟肺胃 還有我們的腎是相關係的 那大家覺得 奇怪啦 這個不是跟胰臟胰島素有關係嗎 那中藝上面好像聽到五臟六腐 脾胃一直沒有講到我們的 胰這個部分 那其實胰的部分在我們中藝來講 是屬於脾胀系統 就是消化方面 那跟胃跟脾都一點點關係 中藝的概念它是認為是整體概念 不是單就某個脏腹出現問題 所以它的調整呢 會遇到這種各種症狀來做一個機能的改善做調整 先跟大家講說 有幾個要保持良好習慣呢 才可以改善我們這個疾病 第一個因為糖尿病 所以我們要做減糖運動 我們先不講斷糖 我們就盡量少吃300嘛 白米白飯白麵這些東西 就是說不要吃一些精緻澱粉 因為精緻澱粉很容易繞成我們血糖的飆膏 容易吃完之後呢 頭一眼花 那所以吃的順序可以改過來 先吃蛋白質 多蔬菜 最後呢 再吃一點點 澱粉 不會讓我們血糖突然的飆膏 這樣的一個飲食控制法 再來呢就是要做一些 有氧運動的消耗 避免身體儲存過多的糖分 造成我們的血糖 血壓 膽固成的過高 所以可以練習一些 游泳或一些 小跑步啦 超慢跑等等呢 去做一個體能的改善 跟身體機能的調整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的這種基因 如果我們去避免它的產生 也許命中是40歲要發作 可能經過我們好好的保養 60歲才發作 甚至它不太會發作 或是發作的時候症狀只有很輕微 那我們接著下來呢 為大家介紹 猿猴柔身這個動作 猿猴柔身 它可以去很好的去按摩到我們的五上六腑 因為我們不管是跑步游泳 你這個整個身體的脏腑啊 尤其內在肌膜啊 你都是很緊繃的狀況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做很好的脏腑按摩 或是脏腑的促進代謝 透過呼吸放鬆 把它的肌膜拉動 它會突然覺得 我的肩膀好像輕鬆起來 我們的脏腑 我們的身體是一整體的 透過我們脏腑的按摩 甚至可以改善我們外在的問題 所以很多糖尿病的人 他太胖了 他常常在覺得 肩膀痠痛全身緊繃 不是肌肉緊繃 是脏腑整個被撐住 被僵硬掉 僵化掉 造成外在的肌膜也被僵化掉 所以就變成很多疾病 它內部更遠一改善之後 外面的一些狀況可以消除 猿猴柔身的動作呢 大概就是兩腿內側平行 與肩同寬 放鬆 手肘先拉高 我們先把右手拉高吸氣 內卷去按壓擠壓脹腑 放鬆 拉高 帶動隔膜 呼氣 稍微超過中線 這樣子拉動 慢慢的呼氣 感覺整個腸胃 隔膜 去做到一個按摩跟蠕動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做快一點 就是這樣一個整個帶動 那你開始先慢慢做 這個動作可以做兩百下 你看一下這樣蹲 其實對我們下肢肌內力也有很好的循環做 有一個很好的強化作用 那這樣一個帶動按摩呢 整個隔膜脹腑都在帶動 盡量不要只有一半而已 過來一些 好 放鬆 這個時候呢你也可以在家邊追劇 邊練這個動作也可以 這樣一次呢做大概兩百下 或是15到20分鐘 慢慢的做 這叫圓喉揉身這個動作 調整我們脹腑腸胃 再來我們講穴位可以給大家做幾個改善 第一個叫做特別的 經外齊穴叫減糖穴 控制我們的血糖 可以改善讓它血糖不要飆太高 然後呢造成我們的一些身體的不適 我們手橫紋上 四個手指頭再多一個大拇指 就是五隻啦 四吋這個穴位 按壓在正中 好 去尋找解節點 或是調索狀的痠痛點 慢慢的揉開 或用圓潤的氣霧這樣去揉 大概呢每次3到5分鐘 兩手都可以做一個揉按 身體容易有燥熱的問題 你可以按這個呢 羊磁穴它也可以改善我們的 因為糖尿病帶來的燥熱問題啦 口渴啦都可以 手橫紋處 靠近我們的齒側這裡 大拇指側 大拇指側 中間偏 尺側 揉按 羊磁穴 兩手都有 那如果你是糖尿病 常常引起的很容易口渴 我們可以按我們手的這個魚劑穴 像魚的大肚子 然後這條大拇指骨頭 正中凹陷處 魚劑穴對於糖尿病造成容易口渴 有改善的效果 其實它對於我們一般感冒 咽喉疼痛呢 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我們還是可以去按摩 大家聽過的竹三里 它是一個萬用保用穴道 它也可以改善我們一些糖尿病的問題 調整我們身體的腸胃功能 讓我們的血糖呢 可以比較平穩 病骨下 四個手指頭三寸 然後呢 盤開大拇指一寸竹三里 這樣子揉 那還有一種簡單的方式呢 你就用敲的 反正看電視沒事就這樣敲 那一次呢 敲大概五到十分鐘 或是兩邊一起敲都可以 因為剛好內側就是皮筋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皮胃筋弱的 按摩保健方式 那另外剛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是糖尿病的人呢 如果你要運動的話呢 不要在睡前做劇烈運動 所謂的劇烈運動 譬如說超慢跑 可能跑個三四十分鐘之後 洗完澡就去睡覺 運動完後我們都知道血糖會下降 如果你在睡前半個小時前做劇烈運動 一個小時前做劇烈運動 你可能弄完休息之後 一躺下去睡覺 血糖突然下降 你也沒有辦法補充 可能就會產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這個特別要注意 今天介紹的張牌 機具對狗這一組 不管你是去門在紙或是去門在屋 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加上機具對狗的人 本來就是一個死率多的人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腎 他往往在四十五五十歲左右 他就會開始啊 有這種糖尿病的症狀 就是西醫會去講說說 你血糖到多少以上 這等於是糖尿病 還是要吃藥 那我們的看法當然是 你開始有這樣的症狀 開始有一些容易口乾舌燥 容易好吃甜食啊 可能開始腎就有反應了 要先做預防 因為預防腎移治療嘛 你既然有這種症狀 而且講實在話 所有的人到了這個四五十歲 消化功能也變差了 代謝也變慢了 質量不見得會變小 對對 所以你身體就一直堆積下來啊 然後現在又是精緻飲食啊 真的很容易讓我們身體 就泡在糖裡面 也很容易產生許多疾病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開始做 各種方式來調理 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機具對狗這一組 他因天同同工的也容易 對狗的也容易 天同系的 除了 同梁對拱內組之外 天同旭門的 天同旭門對拱的 同梁同工的 也都容易有這樣的症狀 那老師今天很棒的 教我們一些 平常大家追劇的時候有沒有 一邊追 一邊看到那個想要罵的人 就用力給他推下去 平常都做一點調子的話 不用等到檢測值出來之後 嚴重下去 現在醫學越來越進步 所以我們在這個可逆期 或是說 一自己感覺有徵兆不對 我們就可以做自己的生死預防保健了 如果說 救命案上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幫大家做更多的改善 謝謝大家